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实话 发展的一个源泉 也是我们上头行业 能够生存能够发展的一个源泉 永远去重新想说 什么是可能的 别的地方拿不到的 这种产品和技术 这个总是比我 以往美洲很远远 为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产品 或者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下属 都是可能你的合作伙伴 以你之中意料之外的方式 去表达 我们就有准备来支持你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鬼舞看世界》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是如何成为职场 受欢迎的人士 为大家请到的是 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他也是一位职场教练 刘晓婷 刘先生你好 你好 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来谈一谈 职场上大家很容易遇到的问题 没错 你知道吗 其实我前面就读到一段话 我觉得很对 他说 一个成功的人不是因为你家境好 不是因为你有钱 也不是因为你有才华 也不是因为你努力 更不是因为你的学历 而是因为别人喜欢你 对 讲得非常对 其实中国人讲 一个人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你无法掌握 地利坦白讲 你也很难掌握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地利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地利 尤其在现在全球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最容易掌握的是 人和 对 那么所以就说 你要成为一个 大家喜欢的人 这个变得特别重要 但是呢 怎么才能成为叫喜欢的人 什么才叫大家喜欢的人呢 这个是很多人的困扰 就是 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受欢迎 这是人之常情 对 我们走到哪里就希望受欢迎 可是什么是受欢迎 我觉得你就是受欢迎 你就是受欢迎 我们受欢迎就是因为 我们自己很自然地做自己 那很多人误会会觉得 受欢迎就是 你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我就被你欢迎了 可是这是相反 我们有一个例子 是有一个人 他到了一个新的公司 其实很大很大的公司 那公司商商他人很多 他就是做这个老板的秘书 他就给自己一个压力说 我一定要让大家都欢迎 我让大家都喜欢我 所以他很努力 很卖命 问题你自己不高兴 他们怎么会高兴呢 对了 所以后来他卖命做了很久 他发现他 他想受欢迎 结果呢 他是最不受欢迎的 所以他就不懂 他说我这么卖命 而且我让 要取悦大家 对 我让你们大家都开心 对 后来别人就跟他说 因为你太虚伪了 太假吗 我们都看得出来你是 你不是你 对啊 你是演的 对 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一讲起 我认识的你是这样 他认识的这样 大家一斗都不拢 就是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对啊 所以我想受欢迎第一个 不能够想要用讨好 就是我来取悦大家 取悦别人 对 那就是受欢迎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不对的 对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先厘清 所以怎么样是受欢迎 其实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谁 你的定位很清楚 同时第二个呢 你是被需要的 对 那你怎么样被需要呢 因为你专业 我需要你的意见 我需要你的看法 你就受欢迎 所以当一个人 你有专业的时候 然后你又是一个 很真情流露的人 你又是一个 很尊重别人的人 那就算你已经都卸任了 别人还是继续问你的意见 你刚刚讲的这些呢 就基本上总结了一下 受欢迎的人 一个人格特质啊 基本上是你的做自己 然后呢你是别人需要的人 然后你又有专业 但是呢 怎么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人呢 这当然就牵扯到 你要对自我的形象 你对我是谁 简单地说在职场上的话 如果今天各位你去工作 你是去混口饭吃 你不可能受欢迎 因为你只不过是为了要求生存 对 而且你要总是想说 我做了多少 我得到多少 你总是 你也不会受欢迎 对 所以受欢迎是因为 你知道我是谁 而当你知道我是谁 我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 没错 所以当你做了你该做的事 你是对的人 然后你放在对的位置上 你做了对的事 你一定是受欢迎 其实你知道企业用人也是一样的 并不说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才 只是说在合适的时间 找到合适的人 放在合适的位置 做了合适的事情 但是这个 这个老板要有眼光 对 所以你说我看你的履历 你都是高学历 哇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看的是很吓人 可是一招进来以后发现 对这个有意见 对那个跟那个意见不合 你根本这个人不堪用 其实你知道吗 我觉得今天跟你聊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在听你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听得很过瘾 你说这个有中国大陆 有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然后你问他怎么成功 他说呢 因为我是怎么说 吃自己不想吃的饭 说自己不想说的话 然后跟不想 见不想见的人 见不想见的人 如果成功是这样 我觉得太难了 对如果是这样是成功的话 他苦闷嘛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 你刚刚讲的是说 一个人如果要成功 很简单 你违背自己 让大家高兴 其实真的不叫成功 那个人真的不叫成功 对 可是别人会觉得你很成功 因为别人看你就好像 因为你 我都不能违背你自己 你怎么可以违背你自己啊 你就把自己给牺牲掉 对 然后换取 让别人高兴 但是这种成功非常短暂 对 这种成功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成功 而且简单的说 这种成功对整个社会没有帮助 其实所以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啊 其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 你知道那个中国大陆以前有个口号 这个非常 这口号你你现在听的 我们觉得很可笑 但当年听到的时候 觉得说哇好像 怎么说 就是说牺牲我一个 幸福十亿人 哇 你也不能说他错 对你不能说他错 对因为本来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 在群体当中 本来受欢迎的人 他必然有所牺牲 他要做出一些牺牲的 只是说这些牺牲 你是为了要成就别人这种牺牲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委屈 而真正的牺牲是说 我甘心乐意 对我觉得这个所谓 就是说当然牺牲 就看你是个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了 比如说今天一个妈妈 她愿意为家里人去做饭 辛苦 但她很高兴 就像家里人吃得很高兴 这种牺牲就值得 因为她开心 而且她做这些事情 首先她自己高兴了 对 如果她自己不高兴的话 那个牺牲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很多的父母 其实是我们自己牺牲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去跟孩子说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看你用什么回报我 她就会说 I didn't want you to do that for me 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后来在专业上 把这个称为情绪勒索 就是我是用 我付出了很多 然后呢 我其实是在勒索你 我不是勒索金钱 我在勒索你的情感 觉得你对不起我 我在制造你的罪恶感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在职场上 我们做了很多的牺牲 我们只是希望换取 别人觉得对不起我 而他就愿意 把我看得比较高 那这绝对不是成功 这也绝对不是真正的受欢迎 没错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 是如何成为一个 在职场受欢迎的人士 对 欢迎呢 其实呢 这个概念啊 其实我们大家想的欢迎说 不见得是人家 要把你看得很高 让你看着你这个人 好像说 这个很了不起 不是这样 对 他受欢迎是 他完完全接受你 作为你自己 对 简单地说 我们相心比心 什么时候我会欢迎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 欢迎某某人 大家就热烈拍手欢迎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概念 反正就听了就 本能反应嘛 本能反应而已 可是当你真正欢迎一个人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带给你利益 我们说白了就是这样 这个人的存在 让我有一种祝福 就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你 每次你来的时候 都会有好事 对 比方说你到朋友家 你每次去的时候 你带个糖果啊 给小朋友吃了 你会不会受欢迎 你一定受欢迎 因为你的出现 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你的出现呢 就是带给大家好运 或者你出现带给大家快乐 你的出现带给大家愉悦的感觉 但是这个你刚讲的 这愉悦的感觉是 比如说你可以提供东西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 你不见得能够提供东西 但你一样可以带给大家 这个愉悦的感觉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说 在职场上 如果你 我刚刚只是 简单地提到一个 受欢迎的概念 就是你的存在 给大家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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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受益 意义的 对 你的存在对我是有意义的 我希望你在这里 而不是我希望你 离开我的世界 所以我刚刚用最简单的例子说 你拿了糖果给小孩 可是在职场上 你当然不能这样做 你拿糖果他也不要 对 搞不好他也不喜欢 那很多人说 我在职场上 我今天我有钱给你赚 不要以为说 你今天送个礼物 送个小东西 他就受欢迎 不是这样 这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幼稚 没错 你那些东西 失于小会 我不稀罕 尤其现代人 对 大家物质生活 不是以前了 没错 我不稀罕了 所以越受欢迎的人 他提供的东西 越是无形的 越是没有办法 用东西和金钱来衡量的 他提供的东西 一定是无价的 比方说 我提供了一个概念 我们大家讲说 比如说这个贾博斯 我想在硅谷这边 最熟悉的 为什么他在全球受欢迎 他到底哪一点呢 因为他的产品太好了 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创意 所以人家喜欢他 你有没有新的东西 对 你源源不绝 所以他用什么东西 作为一个 而且每一次听他演讲的时候 你都觉得很受启发 对 受益 没有错 没错 所以他提供的不是糖果 他提供你脑袋的粮食 但是他这样的人 在职场上 一定很难相处的 对 是啊 所以当他是这样的时候 他一直想知道 你说他受不受欢迎 那这个看你受欢迎的 你怎么怎么评价 受欢迎的定义 如果你在工作上来想 那就看比如说 我觉得 如果我跟这样的人 工作是我的荣幸 而我如果能够理解 我理解这个人 他是一个 跟一般人不一样 对 他为什么这么有创意呢 因为他是很 超级完美主义者 对 他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我understand 你就会欣赏他 我就会欣赏他 对 所以当我欣赏他的时候 我们两个相处没有疙瘩 没错 所以我了解你 所以你不用完美 我也不用完美 对 可是我就是我了解你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知音 对 就当我了解你的时候 所以很简单来说 你要怎么受欢迎 你一定要有能力了解别人 没错 这就是沟通 这个是你知道吗 一个就说想要受欢迎的 你也能够让别人了解你 因为说是我们都有很多缺点的 比如像我自己有很多的缺点 我知道我虽然说在管理一个企业 比如有的时候我这个想法 给人家告诉我的下面的人去做了 结果马上我的想法又更新了 对 然后我就立刻说 我们要跟人家这样做 你制造了他们很多的痛苦 对 没错 是这样子 所以在工作的某个时刻 你是不受欢迎的 没错 但是我跟你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都在做媒体 对 我们让这个媒体成为好像巨贤装 就是很多的这些能人意识在这里 非常优秀的人 非常棒的人聚集到这个平台上 所以如果我不是跟你工作 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他们交谈 没错 所以我因为我欣赏这个工作 所以我跟你一起工作 我是快乐的 就原谅这个人了 对 基本上我还是欢迎你 只是说不要那么完美主义说 欢迎我欢迎你 就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我都觉得好 对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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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受欢迎就真的 大家在一个共同的人生自我实现上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大家不要完美主义者 对 就是我自己 我本来就不完美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 然后你们也一样 我也 我因为你的不完美 我才觉得你这个人真 对 我才觉得跟你相处很自在 是 甚至有时候你很stubble 我觉得还蛮欣赏的 就是这样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比方说像贾伯斯 他是一个甚至超完美主义的人 那我基本上我可以懂得欣赏他 对 因为我不是他老婆 我不需要好像非得要跟他朝夕相处不可 可是呢在工作上来讲 因为我们讲职场上 在职场上我觉得这种人是很难得的 对 我想他太太之所以嫁给他 也是因为欣赏他 然后可以容忍他的某些缺点 就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你就觉得没法相处了 对 然后大家就吵架吧 你改你的缺点 我改我的缺点 他没法相处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讲受欢迎 我想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你真的必须要自己心胸是够宽广 对 而你对于人 你要够理解 对 我觉得一个欣赏 一个包容 这个很重要 是吧 你做这个刘三蒋果 这个电视节目非常popular 然后一做做了二十年 对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然后你一直都这么有passion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对你的了解是怎样 其实我想我就是一个 别人看我会觉得 我是很有热情的人 那我自己我也知道 活力十足 对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 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珍贵 对 而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存在 是对于整个世界 对我身边的人 是带来任何的帮助 我觉得那是非常值得 所以为什么我做这个节目 做这么久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人家呢 他看电视的时候呢 他只是看一些娱乐性的节目 可这个世界已经演变到什么程度呢 他其实他就关在他的小宇宙里面 他其实不是很理解 但我觉得人是知道的越多 你越了解越多 你会越开心嘛 越开心 然后你觉得自己越渺小 你也不把自己太当回事 不会那么计较嘛 对 不会那么计较 所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 我怎么让他们 因为看我的节目 他们的世界被打开 其实跟你硅谷看世界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我们今天请你来 就让更多人的世界打开 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每当我跟他们解释 比方说我跟他们讲 这个车子将来是无人驾驶 自动控制 这个对很多老人家来讲 他不每天看新闻 他不了解 但是其实你的观众 很多也是在科技界 比如说你会到一些 大的科技公司职场的训练 去做演讲 你发现在这个职场上 大家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职场上 尤其是我接触很多高科技 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是在内湖 新竹这些 新竹科技园 对 科技园区 那这里面都是工程师 那为什么工程师 我们讲这种受欢迎的主题 他们会有兴趣呢 因为他从小到大 他都是跟数字 打交道 他都是跟这些城市 他是跟一些很固定的东西 在打交道 你知道我们前不久 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工程师 非常有意思 他坐在跟我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了 他就说了一句赞美的话 给我听 可是我听了以后 我们当然 我觉得他是好意 但是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 怎么个赞美法 没有 他说我长得像某一个人 一个电影演员 当然也是很好 那当然也是不错 但是呢 他讲完之后 他又不说了 他这个话讲了 对不对 他突然间很严肃 他说 他就接着 他说 他说我们这些都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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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个什么 做engineer 对engineer的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讲出的话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听 他说 对 就是他不习惯 他不习惯跟这些 解决很多的问题 或者他遇到一个背景 性格跟他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他不习惯 他不晓得怎么沟通 他不知道怎么沟通 因为他习惯的是 我们说的数字也好 或者所有的这些 过去他们要训练一个工程师 是不简单 当然了 那这整个养成的过程呢 他们都是跟一些 比较规律性的在打交道 可是呢 人际关系是非常不公平 其实我相信这些人 其实他们很好 他们很诚实 很善良 然后他技术 他的知识 这些都非常棒 很负责 但是他有的时候 他可能在沟通上 会有一点点障碍 你有什么建议呢 让他们怎么样 把他自己变成一个 受欢迎的人呢 我想如果他自己在职场上 因为你每天买手工作 可是你总得起来 吃饭上厕所 你总得看到人家打招呼 有些人后来就发现 他就不打招呼 对 他不自在 他不打招呼 他不自在 那么他不自在 我们就解读 这个人骄傲 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就有很多标签 就贴上去 这个人不可理喻 这个人无法沟通 可是其实他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他也想要沟通 他不知道怎么做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做而已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当你要自己理解说 你的背景 使得你会做事 使得你能够认真 负责 肯吃苦 这都是没有问题 可是跟人接触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学分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要在这场时候欢迎 你得把人际关系 你得把沟通 当做一个 你是门外汉 你得用谦卑的态度 就是好像我修了一门新的课 而这门课是我 从小到大学校 没有教过我的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谈谈这些职场科技人谈恋爱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更有趣的事情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懂那个思维 我们介绍一个医生 跟另外一个读这种社工 社会学的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 这个医生他是泌尿科 所以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约会 他第一次见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他说某某某 很高兴认识你 因为我不能去 我就介绍你们两个自己认识吧 没有任何第三者 对对对 那很好 他说认识你 真的很高兴 很高兴 今天愿意拨一点时间给我 我今天看了一堆的膀胱 现在看到你 哎呀 真是的 太好了 Oh my God 那个女士整个说 这个奇怪 不是说给我介绍一个 是医生 所以在她的想象 这是一个 今天的这个对话 或者今天这个dating约会 是一个很优雅的 值得期待 优雅的 对呀 没想到 讲第一句话 他几乎就觉得 这个人我可以 不用跟他在一起了 那当然对方是很诚恳 对 在一起 有一天呢 两个人他到医院就看他 我看了一堆膀胱之后 现在终于看到你 对 他有一天去看 我天 到他的医院 跟他两个人散步聊天 这男生就说 哎有点冷哎 我给你拿个外套 那不用没关系 不行 我们医生是照顾 最好照顾人的 就回宿舍 拿了一件外套 什么外套 拿他自己的外套 这个医生 对 然后就披在女朋友身上 很好啊 很好啊 女朋友说 哇 你这衣服质量很好 他就开玩笑 这我前女友送我的 哎呀 我天 我用这两个例子 大家就听得懂 意思就是说 对 因为你以前 完全没有这种经验 你连说错话 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说错了 怎么得罪别人 你不晓得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 来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要在这场 受欢迎的话 你得真的要放下身段 对 你在科技上来讲 你是top 你要知道什么话 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什么话应该在 什么时候说 对吧 这是要学的 而这个学习不是技巧 对 是态度 对 就是说你一个 诚恳的态度 就是说 哎呀 我很多不懂 我这个我很厉害 我这个是100分 可是我可能 男女交友的时候 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怎么对待太太 我这个我可能10分 我这个是博士 我这个可能是幼稚园 所以我想职场的认识 需要先有这个谦卑的态度 而不是只是学技巧 我们也很多人 他用来他跟我说 我这个照着这个做没有用 我说对 因为你做的事都对 可是你的态度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不是技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主 最根本是新的改变 对 就是你自己怎么去感受 你自己 我觉得认识自己特别关键 你刚刚提到 你一直提到 他就说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谁 但是认识自己呢 就算认识也很难 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我是认识自己了 我想要过那样的生活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必须陷在这样的环境 对 那你就变成一个是不敢 一个是不想 不想 那你就很痛苦了 很痛苦啊 对 所以讲到说认识自己的时候 你要先有一个观念说 当我要认识自己的时候 我一定要有一个生命力 有一个力量在里面 所以我演讲的时候 举个例子 好像一块大木头很大 可是这块木头只能顺流而下 对啊 因为它死的嘛 它死的 它里面没有动力 没错 可是一条小鱼 这么小一丁点 它跟那个木头比它太渺小了 对 可是为什么一条小鱼 它可以逆流而上 对 这是内在的动力 那这就是我 你得先知道 我是个木头 还是我是个鱼 我是谁 我哪里跟人家不一样 你先有了我 这个人认识了我 我才能够 我了解了我 我才会了解你嘛 你连自己都不了解 你怎么可能了解别人 你刚刚讲到木头和鱼 我就觉得可以在这上面 再隐身去想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一个木头呢 你可能很引人注目 是 因为你很大 体积够大 然后颜色够深 跟水的颜色不一样 那你就可以吸引到人家 注意到你这一块木头 你要做一个小鱼 你可能跟水的颜色很像 是 而且你在下面游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你 没有错 但是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一个是可以主动掌握生命 另外一个是完全被动 水波逐流的生命 对 所以其实你要比起来说 你要做鱼还是做木头 讲白了就是 你要是为自己活 还是为别人而活 是这样 对吧 所以呢 人家说 像我们在 现在在海外 人家说你怎么知道 华人跟西方人的不同 他说看跌倒 跌倒 一个洋人要跌倒了 第一件事情 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 对 一个华人跌倒 第一件事情看看有没有被看见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说的 说出 是为自己活 对 还是为别人活 没错 华人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对 所以我一跌倒 感谢有没有 还好没被人看见 那很典型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跟你讲 从小就受这样教育 要改是多难的一件事 多难的事 就是为别人活 真是 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可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 你看他洋人一跌倒 他第一个 我当然是先从自我关心起 可是你不能说 你怎么这么自私 这不是自私 这是你连自己都不会照顾 你不会照顾别人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些 这些非常浅显的例子 给我们一些非常 真的值得我们这些人去深思 我觉得不管是你做一个engineer 或者做一个创业者项目 或者你在职场 任何的职场 你都要去深思 你是要做一个没有用的 体积很大的 没有生命的木头 这个随着水往下走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呢 还是说你要做一个 有生命力的小鱼 然后可以逆流而上 是 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这边 就给了我们一个 无形无价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非常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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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 我们希望下一次 还有机会为大家请到 刘晓婷 刘三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 到底什么是创新呢 我也值得一个追求 有想法 要有梦想 开放和包容 人的雷尺 所以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它也许是一个产品 也许是一个文化 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 也许是一种思想 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 这是一堂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 它创办于2009年 以访谈的形式 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 华人的打拼经历 在短短的三年间 就播出了2000期 点击量超过1000万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 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 叫做云端生活机遇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 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 创新的就算野草了 野草疯涨 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资源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 能够有所保护 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 你要跟大家都做了一样 就没有特性 人得对对吧 然后这个市场动得对 然后你有没有创新 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PC上 那我现在能不用PC去做 那资料放在哪里 就在云端 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 你们的产品 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 我们在分享一个很值得的 一个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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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主义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 放眼世界 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 在硅谷这个地方 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 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